前頭頭馬英九挑戰玉山成功 但腳下穿的這雙登山鞋 疑似因為太久沒穿 結果整個開口笑 扣令名山友借鞋給他 才順利下山 但其實有經驗的登山客 只要準備幾樣隨山小物 就能解決窘境 年薪牆材質比較厚的大力膠 才能捆綁住鞋子前端 把開口笑的部分緊緊密合 最後再使用傘繩加強固定 我只單綁前面的話 它會往前滑 所以它還要帶過一圈 散車不只能綁鞋子 就能要搭個臨時天幕 遮縫避雨也可以 還有上山前登山客都會先 裁切一小捆大力膠 方便隨身攜帶 都能作為修補的應急工具 大力膠呢 其實它平常用途是很多的 那它可以用來修補 像是天幕如果破洞 或是帳篷破洞 防水外套的破洞 還有說可以結合登山帳 做一個臨時的單架 就是做很多的一些捆綁 一樣是做修補的功能 如果遇到山區下雨 地面泥令 恐怕就會破壞膠帶的黏著性 這時報廢的腳踏車內胎 就可以派上用場 我用的就是 我們去腳踏車店 去跟它要那個腳踏車內胎 把它剪成大概一公分寬 三十公分長 把腳踏車內胎裁切成一公分寬度 方便攜帶 利用交叉方式不斷來回捆綁 腳踏車內胎的橡膠特性 布置耐磨 還有其他功用 如果你緊急要生活的時候 它可以生活 一點就糟 講求裝備其量化的登山客 隨身物品趨如存精 還能多方運用 減輕背包重量 記者張士葵 謝偉以台北報導